中国的判断就是美国的政制已经老化 中国没理由飞行美国那套不可 所以就在这一次不惜和美国全面对着干了 我现在就不受理那套 实际上美国是用着一个终极方案 唯一的方案要全世界都走它那套 谁不走它那套他就 好 欢迎回到来是C对话 继续是司老板的出现 司老板欢迎你 大家好 最近很热门这几个话题 无论是YouTube、新闻全部都投版了 哇 中国和美国经济的时候 美国的时候都很有火药味 我想大家看完新闻 我想就这件事看看老板是否一个突发事件 还是已经是已经预测了 本来就想着是这样做的 其实我之前都有说过中美关系的 就是我就一早说了拜登上台之后 美国敌视中国要压抑中国的发展 这个取态是不会改变的 就是因为中国的发展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这样发展下去就迟早会威胁美国的一个地位 代表威胁由美国制定的全球秩序 那没有了这个秩序 就是因为美国甚至西方世界的 优越位置就会保不住的了 所以除非中国不再发展的 如果中国继续发展的话 美国一定不放过他 所以就不会期望拜登上台 就会和中国重修旧好的 一定是一样要砌你 而且我认为拜登砌中国的能力 绝对不弱过特朗普的 因为特朗普就自把自为 不理行专业 就是不理盟友的取态 拜登应该就是会和盟友 联手去对付中国 另外特朗普是破坏了 很多美国原先鼓吹的普世价值 那你自己破坏自己宣扬的理念 你再想占领道德高地就难很多的 那拜登在这方面 扮演的能力是比特朗普强的 所以我认为中国预遇着拜登 其实在应付上可能更加吃力的 那所以中美两个碰头会吵架是一早可以预料的 你看美国就知道 阿拉斯加未开会之前 他已经去访问日本 南航 就是要对付中国 他在那次开会之前说的说话 他在日本 南航都已经说过了 不是什么新东西的了 都与他开会都会说的了 那基本上就是要制造中国的麻烦 那在什么地方制造中国的麻烦 就是香港问题 台湾问题 西藏问题 疆毒问题 这些方面做文章而已 那所以就是会埋牙就一定知道了 而他想在这些做文章 中国一向的取代就是 这个是中国的内政 不接受美国那一套 就是中国已经摆得很清楚 就是你不要还以为可以居高临下 在军指手画脚 中国人不吃这一套 那这个就是杨洁篪答他的态度 这些问题是中国自己内部的问题 那就是所以我对一开始就埋牙 早有生理准备 一些都不觉得出奇 嗯 其实就是我的问题就是 是的 就是你说这些问题 我们都之前都讨论过 但是就是中国的态度 为什么今次很多传媒 就是我看到中央台也有报导 什么凤凰卫视 就是中国的态度是硬的 真的硬的 就是以前是没试过这么硬 是不是事先大家讨论 就是起码中央高层 我们讨论好 今次我一定要硬给大家看 因为之前我看到报导 就是觉得起码内地的高层 又觉得我们起码有些声音 是不是流河 之前太远了 这个态度太远了 内地高层 就是中央高层 今次我们的态度就是要硬一点 所以大家说是表演 大家表演给互相看 美国也表演给美国人民看 中国也表演给中国人民看 我们跟美国佬我们硬的 不要任他欺负的 就是这个不是一个突发事件 是事先其实是挺好的 去参加这些活动 是当然事前 当然国家已经定好了政策了 没有可能说去到临时被那个代表爆肚的 那你说是不是代表中央意见 就是代表楊潔篪个人意见 当然是代表中央意见 我自己觉得中国政府在这个之前已经是重新检讨了中美两国的实力地位 就是改变了之前邓小平所说的韬光养晦的策略了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改变呢 我相信第一个评估就是美国 现有的政治体系 整个制度 并不是好像美国自己所标榜的 是未来世界的 必然的终极方案 就是美国有一个日裔的经济学家叫做福山的曾经说过 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未来的唯一的选择是一个必然的了 但是实际上这个只不过是苏联凌台的时候 一时的信心爆棚的结论来的 就是实际上美国发展到现在是问题越来越严重的 你看到它贫富懸殊 种族矛盾又解决不了了 你那个赤字越背越多了 那金融体系又易化了 现在就是连政治制度都越来越问题越大的 就是美国的民主引来的政党政治呢 两个党现在是越来越越越走极端的 就是变了一党上台就将上次那些制定的东西就撒走了 奥巴马care就特朗普上来就撒走了 拜登上台又将奥巴马 又将特朗普那些移民政策 好的关税政策 后改 哇 几年 长的最长都是八年而已 做两人 就变一变 现在这个世界这么复杂 怎么捱得起 两人就变一变 现在很多规划可能 好像中国那样五年计划 实际上现在五年计划都不够了 要一个比较长的长远的部署 才适应现在这么复杂的社会 所以美国那套政治体系 并不是好像香港有些人说到这么有效 而是造成外耗 就是无法有长远的安排 你只看美国的基建 这么多年 一直都没有得更新 没有得发展 你一个国家基建都追不上 你人民的生活 怎么可以跟得上社会的进步 你经济的发展 怎么会不被拖累 那么这些都是跟美国的就是轮流造庄 那些政党政治有关的 现在政党政治有时争论起上来 都完全不讲理性的了 就是特朗普在任 特朗普的救市纾困计划 民主党又强烈反对全力阻撓 到拜登上台又轮到共和党投反对票 百分之一百投反对票 都不是按照个人理性去判断 原本美国说民主体制尊重个人独立思考判断 那怎么搞出责体行动 责体行动是社会主义共产党才做的 所以你看见他的政制都是扭曲了变了型的 那所以中国的判断就是美国的政制已经老化 会变 中国没理由一定飞下美国那套不可 因为在习近平之前 由江泽民年代打后 中国内部都有一些人 是想着走美国那套可能会更先进 更适宜中国 那习近平上台就打了个交叉 中国不走美国那套 就是美国那套他不认为一定是对中国好的 或者也不是世界的终极方案 如果美国那套不是世界的终极方案 他就要给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有另外一个选择 那么起码是一个开放的选择 可以有另一种选择不是唯一的选择 如果你将政制的方案变成一个唯一的方案 这个就是另一类的专制独裁的开战而已 那实际上美国是用着一个终极方案 唯一的方案要全世界都走他那套 谁不走他那套呢 他就不惜动用军队武力去逼别人走 但是他那套是不是这么好呢 刚才我已经说过在美国自己也走得不好的 那么他拿去其他地方走得好吗 他占领了阿富汗 占领了伊拉克 哇 照理由可以照着那套去走 走来走去都走不到 所以他自己本土走不到 在其他国家走不到 但是为了走他那套 哇 搞到尼比亚 埃及 敘利亚 哇 别人家破人亡 淒离子散 要变难民 这个是不是真的对世界这么好呢 所以在这个这样的判断下 中国觉得不需要非接受美国那套 作为社会或者世界的终极方案 所以就在这一次不惜和美国全面对着干了 你说你那套 我现在就不受你那套 也都叫世界都未必需要受你那套 你那套基本上自己走得不好 在其他地方也走得不好 没理由逼别人非用你那套不可 还有利用的手段 别人不愿意你就出动军队 说这些哪里是尊重个人选择 尊重人权的做法 你是强制要别人接受你那套 所以我相信是对美国那个模式 作了一个根本性的定论之后 才会走那套 就不是杨洁篪自己一个人忽然间脾气大发 说一套东西出来 我相信是整体是作了评估 作了取写后才会这么说 谢谢施老板 谢谢施老板